密集的研習活動導致學校教師資源不足 今日上午議員林永宏在議會召開記者會 期盼能夠讓教育回歸專業 也表示許多學校為了找不到待客老師而傷透腦筋 議員期盼教育處可不可以別再要求各校派員參加 今天英宏在這裡博弱南大政府交往處 研習的活動不要那麼多 竟然這短短的10天之內有25場的研習 甚至有一天有3場的研習 小學校在南投線有100多所 6班的小學校代表的他的教師人數 頂多只有9名到12名 也就是說如果你派了3場的研習 又有老師請假的時候 那造成整個學校的教師人力不到一半留在學校裡面 我相信這對教育而言不是一個很好的狀況 只要遇到同一天有3個研習活動 規定要派員參加 如果剛好有請兵家的老師 等於有將近一半的老師不在學校 而且這間學校不是找不起老師來代課 就是必須把課調來調去 議員呼籲期盼能夠落實教育真正的目的 我們呼籲南投線教育處彭處長 不要這麼愛搞排場 不要只因為個人的喜好而來辦研習 希望能夠真正的讓教育回歸專業 讓老師能夠真正的認真的教學 而不是去參加一些沒有用的一個研習活動 那如果真正有必要研習的話 希望將這個研習活動能夠錯開 不要密集集中在哪一個月份 或是哪幾個禮拜 這樣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傷害 教師參加研習活動是相當的好 但應嘗試過多也會造成學校資源不足 如何因應解決才是根本之道 國家教育應該特別重視 應該讓老師及學生有更好的教育資源 民意新聞洪一拳南投採訪報導